程式先貼上 我先rown一下 像剛剛沒有房呆就錯了 現在房呆新增 請輸入姓名 有沒有 一定要輸入 優標也給他放在上面 所以這裡的話就打滴滴滴 OK 按個新增 但底下還有三個沒輸入 有沒有 他會一個個檢查 你答案考核也沒有加 不能輸入 然後再按新增 你會發現 他一定要全部填 他有點像一個管家一樣 反正你沒填 他就一定會警告你 不行 你一定要給我填 而且 哪一個沒填 他還會把優標放在哪裡 有沒有 這個沒填 他會放在這裡 就你一定要給我放 這邊一定要填之外 如果你硬是不填 我就不給你過 反正就有點像 你今天去搭捷運好了 你沒有刷卡 你當然一定是進不去 你沒有票 一定是進不去的 道理一樣 對不對 如果沒有一個閘門 所以這個 邏輯判斷有點像一個閘門 反正我擋下 你沒有就不行過 不然的話 你會造成我很多麻煩 OK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捷運真的好東西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太簡單了 反正你 能不能做 就是看你有沒有票 有票進去 沒票 就不能進去 這麼簡單 你出來再刷一下 OK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也是類似的概念 反正我們就讓機器去判斷 我們不是 不然以前的話可能要有一個什麼 一個檢票員 反正就以前那個台鐵門口不是還有一個檢票員 還要進去他幫你檢票 那你幹嘛請一個人在那邊檢票 你不如用個機器就好了 對不對 就像說現在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合戶就是用什麼 用程式幫我們 設定一個閘門 這個是我們寫出來的 看不到的 OK 那以後的話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邊 做人工的判斷 不然的話 你變成每個每個 你要用眼睛看 那這樣怎麼會看得完 而且資料量多的時候 一定是沒有辦法 OK 所以你會發現 全部填完了 按新增 才OK 不然的話 過不去 很抱歉 那這怎麼做的 特別注意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非常簡單 但是因為這四個